三国时期,有些人物的后世评价存在很大的争议 比如曹操,他是托具天下的英雄,还是滥杀无辜的屠夫 比如刘备,他是宽厚善良的人均,还是假人假意的卫君子 应该如何为他们盖棺定论,给出公正而准确的评价 一直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要说三国人物中谁的争议是最激烈的 正反评价是最极端的 恐怕曹操,刘备,姜维这些人都得靠边站 这个人无疑是司马福 有人认为司马福是又当又利,气势道明的典型代表 他的表演令人作呕,他的虚伪甚于司马懿 也有人认为司马福确实是忠于曹魏的 只是在家族利益的裹挟下不得不违背本心 毕竟一个年灯茂地的老人还有什么表演的必要 我们经常说,想要在现实社会认清一个人 不要听他怎么说,而是要看他怎么做 而评价历史人物,我们既要看他做过的事情 也要听他说过的话 好在司马福是有传的 史书中对他的记载还算详细 下面我们就来回顾司马福的一生 看看他都说过什么,做了什么 他又为什么会这么说,这么做 司马福自舒达,是司马懿的弟弟 司马房的第三个儿子 我们可以按年龄段将司马家的这兄弟八人大致分为三个批次 其中司马懒单独算一批 因为他的年龄比弟弟们大太多了 司马懒比司马懿大八岁 他接受的教育,经历的事件,入世的时代等等 都与这七个弟弟有着显著的差异 汉仙帝被董卓录到长安时 司马房也随嫁息签 是年纪二十岁的司马懒带着七个弟弟 历尽重重艰险逃离洛阳,回到温县老家 不久温县也遭乱兵抢掠,司马懒又带领全家牵制离洋 寄居在一个姓赵的亲戚家中 从董卓之乱到曹操奉迎天子迁都许唱 这期间是中原各地战乱最频繁 百姓生活最困苦的五年 到处都是兵花马乱 到处都是饿死的灾民 自己亦是食不果腹,寄人篱下的司马懒 还要收留抚恤同族的乡民,教导弟弟们读书 而这五年,司马坊都不在 在司马懿等人看来 长兄如父的司马懒是一个人扛起了保护全家族的责任 因此司马八大中 司马懒的地位等同于长辈 是其他人不能比拟的 第二批次就是老二司马懿和老三司马福 司马懿只比司马福大一岁 两人的童年经历,接受的教育 甚至读的书都差不多 在兄弟们中间,两人的关系想必也是最亲密的 司马八大中的剩余五人是一个批次 他们的年龄履历都缺乏记载 有的确实的很早 有的终生没有入室为官 先有值得称道之处 不管是品行还是能力 都与前两个批次的三个人有较大的差距 单拿出司马懒 司马懿和司马福兄弟三人比较 司马福貌似是最为平庸的一个 司马懒年纪轻轻就以入室为官 二十多岁就进入曹操司空府做了院属 连续担任了两个县的县令 深受当地百姓爱戴 司马懒是曹操手下最出色的地方官之一 其政绩是有目共睹的 司马懿进入丞相府做院属时已经三十岁了 比哥哥要稍微逊色一些 但司马懿聪慧过人,天赋极假 尚书崔眼与司马懒是至交好友 他曾对司马懒说 你这个弟弟刚毅果断,英姿不凡 你比不上他 司马福名气不如大哥,天资不如二哥 最大的优点就是品行很好 史书中说司马福年幼时跟着司马懒 在乱世中漂泊辗转 纵然每日搓茶淡饭,生活清贫艰苦 仍是手不试卷,经常通宵打蛋 夜以继日的苦毒 他为人宽厚,性格温和千功 以清白奸真作为必胜之本 从不与人结怨 公元211年,20岁的曹植火奉平原后 拥有了选拔辽蜀的权利 32岁的司马福进入侯府担任文学院 这是司马福仕途的起点 当时司马懿在丞相府做主部 与时任五官中郎家的曹丕相交莫逆 按理说,司马福应该与二哥一起去辅佐曹丕 可他却偏偏选择了曹植 这是典型的两头下注 不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的做法 其出发点就是未来不管谁继位 都能保证司马家族长盛不率 不只是河内司马市 当时的很多名门王族都会这么干 从21年曹植刚成年就封侯开府 到2017年曹丕正式被策略为 魏王太子的六年间 夺迪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期间曹植多次占据上风 没有人知道最终讲路是谁手 各大世家都在明里暗里的战队 预测走势买定了一手 在夺迪之争中 司马家族的表现称得上教科书级别 当时司马懒在眼周做测试 远离政治中心 一心干实事完全不介入党争 算是兜底的 司马懿出谋划策 全力结交曹丕 司马福则是一心辅佐曹植 不得不说 河内司马市在当时充其量 就是个二流世家 这运作自保的能力 却堪称一流水准 不同于司马懿 在曹丕手下如鱼得水 司马福在曹植的幕府 初期并不得志 曹植是财傲物 性格放荡不羁 司马福则尝尾内敛 谨言慎性 两人性格差距极大 司马福总是诚恳地规劝 旷证曹植的言行 起初曹植看不上司马福 可经历了几次变故之后 曹植发现司马福 确实很有眼光和能力 听他的会少吃很多亏 于是又反过来 真诚地向司马福道歉 对司马福也越来越倚重 公元217年 夺底之争 以曹植的失败宣告结束 胜负既已尘埃落定 也就不需要两头下注了 司马福立即转入曹丕的太子府 与二哥司马懿 一起担任了太子中数字制制 前期被曹植排斥 司马福没有提前离开 后期被曹植信赖 司马福也一天没有夺带 就是这么功利 就是这么现实 相信如果夺底的胜利者是曹植 司马懿在曹丕那里收拾行李 拍屁股走人的速度 也绝对不会比司马福慢 忠诚 起码在曹植眼中 司马福并不具备这一属性 有的只是纯粹的个人与家族利益 有了二哥数年来的铺垫和权力举荐 虽然与曹丕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但司马福的起点仍然很高 刚入职就与司马懿平级 此后三年 司马福逐渐凭借自身的才学和能力 去到了曹丕的亲近信任 成为曹丕身边仅次于太子四有的重要幕僚 公元二零年春曹丕去世 司马懿在洛阳协助贾奎治丧 司马福在夜城辅佐曹丕应变 兄弟二人为曹丕胜意继位出了大力 当时曹丕伤痛父王 哭得死去活来 司马福劝劝说 如今大王不在了 天下还要仰仗您 为什么要像普通百姓一样 哭个没完呢 曹丕这才停止哭泣 回答您说的对 曹丕召集群臣来王公商议 大家听说曹丕去世 都聚在一起抱头痛哭 坐着的 跪着的 躺着的 横七鼠八乱作一团 司马福历生呵斥众人 大王已经去世 应该及早败立新军 以安定天下 哭顶什么用 司马福随即遣散群臣 召集各部门迅速行动 从曹丕的葬礼布置 到曹丕的继位仪式 司马福都是主要的操办者 不久曹丕下召 选拔失踪 赛次常事等近视官员 曹丕之前的那些好友 亲戚们都在拖关系 走门路 血践了脑袋往里挤 但这份名单 最终在司马福的反对下 被驳毁 那些无德无才的人 一个也没能入选 曹丕在继位初期 对司马福十分倚重 中书台设立之后 曹丕将司马福留在自己身边 任中书郎 接几十常事 从曹丕接人未往 到登基称帝的八个月间 司马福晚上 都是住宅中书台的 以便曹丕遇到紧急事务 可以随时叫司马福来商议 咨询 一陵战前 孙权主动向曹丕称臣 并表示要把降降于尽 给送回来 可到了约定的时间 却没见到人 曹丕认为孙权是在忽悠自己 因而十分气愤 准备下召责问 事前曹丕还是先来 征求司马福的意见 司马福认为 一个无关痛痒的于尽 还不至于让孙权誓言 人没到 很有可能是临时出了什么变故 应该再等等 不要急于劫责 过了几天 于尽果然被送回洛阳 疑问之下才知道 临出发前 于尽突然患了病 这才延误了期限 总体来说 曹丕在位期间 司马福主要还是负责参谋政务 受重用程度 肯定比不上司马懿 但也算得上是重臣了 我们在前面的视频中提过 其实曹瑞对司马懿的信任和重用 不在曹丕之下 曹瑞继位之后 设立杜之尚书一职 负责执掌全国的赋税收入 以及核算军费开支 可能是考虑到司马懿在前方带兵 由司马福掌管后方的财政和军费 对战士能更有利一些 曹瑞钦点司马福 来带任魏国的首任杜之尚书 实际上 当时曹瑞对司马福并不了解 只知道寿命脱骨的司马懿很有能力 因此就询问身边的人 司马福有他二哥的风范吗 身边人回答 很像 曹瑞高兴的说 我得到了两个司马懿 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杜之尚书全是极重 他分割了九卿中大司农的大部分职权 基本相当于魏国的财政部长了 司马懿在中路及西路战区 几次与无数两国交战 朝廷对他的军费及粮草支援 始终源源不断 使司马懿从不必为后勤注视分心 司马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专门在关中设置了一支 两万人的不骑兵预备队 只要诸葛亮兴兵违罚 预备队可以不用请奏 先行触发御地 给司马懿调兵遣将争取时间 比如轮番从冀州抽调五千农夫 去上规驻扎 秋冬操练 春夏屯田 等等这些举措 都是司马福的谋划 司马福也以其卓越的表现 被曹锐作成为上书幼谱 曹爽辅政期间 司马懿被完全加控 除了司马懿之外 朝中的很多老臣 比如高柔 蒋记 王冠等人 都被曹爽以名声暗将的方式 剥夺了手动的实权 而且作为为国权力中书的要害所在 曹爽控制力度最强的部门 就是上书台 曹爽的主要党羽 何彦 邓阳和丁蜜 正是因为都在上书台任职 而被称为台中三沟 可又是实权极重的开国老臣 又是司马懿的弟弟 又是上书台主官 霸复已经叠满了的司马福 官职却稳如泰山 虽然没受到曹爽的任何打压 杭氏反而还见长了 公元244年 司马福受任上书令 成为上书台的一把手 或许是司马福官生太好 人员极佳 罢免了他太得罪人 所以曹爽不敢动他 或许是司马福能力太强 经验太丰富 没有他会严重影响上书台的政务处置 所以曹爽不能动他 又或许是司马福左右风源 立场模糊 政治趋向过于低调温和 让曹爽误以为他没有威胁 甚至有意拉拢他 从这件事上 我能引你的感觉到 由于司马懿是一位不释出的权财 光芒太多耀眼 暗淡了司马福的光彩 不管是人望能力还是政治智慧 司马福很有可能被全面的低估了 司马懿在发动兵面之前 把保密工作做到了极致 连司马昭都不知情 但司马福肯定是参与了谋划的 公元249年正月初六清晨 从司马懿的府门中走出来的 一共是四个人 即司马懿 司马师 司马昭和司马夫 从四人赶到皇宫正门 司马门外集合死士 到守在落水浮桥 接受曹爽的投降 司马夫全程参与了兵变的谋划和实施 进宫武库是司马福 陪着司马懿去的 让司马昭进宫 去向郭太后拿废处曹爽的诏书 把守司马门的也是司马夫 打发人去高平陵 给皇帝曹芳送账卖 饮食等物品 以瓦解曹爽等人斗志的 还是司马夫 从兵变结束 曹爽及一众党羽惨遭灭族 司马懿完全掌控了 魏国的军政大权 到司马懿去世 再到司马师继位否正期间 吴太夫诸葛克包围合肥 在这四年间 司马福全程隐身 在史书中没有任何记载 但我们仍能透过其他人的 某些不合常理的举动 窥见司马夫 在几次关键的历史事件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高平陵之变后的一年内 司马夫是魏国官职和爵位 晋升的最快的大臣 没有之一 爵位由庭侯 直接进为长设县后 没有经过乡侯的过渡 官职有上书令 折升三公之一的司空 同样没有经过九卿的过渡 官职和爵位同时迎来三级跳 而且司马夫的司空还是坚韧上书令的 魏国从二二零年建立到二六五年亡国 四十五年间由三公坚韧上书令的 司马夫是唯一的一个 三公可以录上书室 但直接坚韧上书令是不合常规的 同样不合常规的 还有淮南第一叛使司马懿的表现 得知亡陵反叛 司马懿决定亲率大军征讨 可他竟然把司马师和司马昭全都带走了 当时司马懿出尔反尔 残酷杀戮曹爽兄弟及其亲信的做法 已经暴露了自己的野心 引起了包括讲记在内的 很多拥位老臣的不满 对于曹爽集团中那些非骨干成员 比如远征锡将军夏尤玄 曹爽的主部杨宗 大将军司马鲁芝 大将军院署王神等人 都没有受到清晰 乱洋的形式还是十分复杂的 很需要司马懿本人亲自坐镇 即使司马懿忌惮王陵在淮南的威望 不敢委派别人 也应该留下司马师 以防止出现意外的变故 但最终的结果 却是司马懿父子三人一起去了寿春 如果不是有司马福坐镇朝堂 且知道司马福在自己不在的情况下 也能做到对京城的正式军务 拥有十拿九稳的掌控力 很难想象司马懿会去冒这样的陷 王陵被灭族后 司马福晋升太北 成为三公之首 仍旧坚韧尚书链 此时他的官职已经仅次于 太傅鲁尚书市的司马懿 成为朝中的二号人物 在这四年间 第三个不合常理的地方 就是司马懿和司马师的权力交接 而这恰恰是最关键 也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 从寿春回来后不久 司马懿就去世了 近书中在记载司马师继位时 是这样说的 意思就是到了司马懿去世时 义政的人都说当年义银死了 就是义银的儿子义智继承了他的事业 于是曹芳生司马师为辅军大将军 接替司马懿辅政 就是这么轻松 可这太灵人匪夷所思了 史书中明显是隐去了很多细节 我们在前面的视频中 曾对司马师 为司马师戴威兹利 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和继位掌权的难度 做过详细的分析 司马懿虽然在诗言 诛灭曹爽亡灵 囚禁曹姓宗氏等行为上 暴露了自己的不臣之心 但他毕竟战功卓著 威望无人能计 又是曹芮亲口指定的托古人选 辅政是有合法性的 因此拥曹的大臣们 即使心怀不满 也不好明确反对 但司马师不行 辅政大臣不是皇帝 哪能搞是邪 历朝历代也没有先例 而且司马师还是个无资历 无军功 无先帝指定 无执政经验的四无人员 实际上 这是司马师祖孙三代四人 在权力交接中最难的一步 支持司马翼半岛曹爽 不代表支持司马师代位自立 这是两个概念 现在司马翼死了 仍然拒绝把权力还给 已经成年的曹芳 反而要去拥立司马师 就差把我要篡位四个字 写在脸上了 这件事办起来难度可想而知 后面的司马师司马昭交接 司马昭司马炎交接 乃至司马炎正式受伤登基 都跟这一步不是一个难度良极 义尹记足一至四世的典故 也纯粹是鬼扯 义尹是商朝的泰国元勋 在商商去世后成为辅政大臣 义尹的中间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 但权臣的属性没有疑问 义尹去世之后 权力就回到了商王手中 不存在把权位传给儿子的说法 到了第十人商王 太悟在位期间 太悟见义尹的儿子一智贤能 就重用了他 但一智并未辅政 只是一名贤臣而已 估计是当时拥历司马师的大臣 实在找不到对应的典故 这才找了这么一个 驴唇不对马嘴的事件 去圣边硬套 以国有成立来解释 司马师上位的正当性 那么这些胡编乱造的议者 又是谁呢 议者是指在朝会上 参与议政的大臣们 三公 九卿 世忠 尚书 散起常事 私立校尉等等 总之在朝会上有发言权的 除了皇帝曹芳都算 但议定这样的军国大事 每个发言人的权重是不一样的 谁的官职高 资历老 实权重 谁的话就更有分量 那么当时谁的官职最高呢 司马夫 谁的资历最老呢 也是司马夫 谁的实权最重呢 不好意思 还是司马夫 司马夫是三公之首 兼尚书台的一把手 他的儿子司马旺 当时是中护军 手握禁卫军兵权 司马师是魏将军 也是有兵权的 他如果凭借武力 使用威慑 恐吓 胁迫 清洗等手段 或许也能达到目的 但过程绝不会如此顺利 司马夫不发华 司马师就想这么轻松的 把这把坎卖过去 我是不信的 此事 议定后的次年初 即公元252人征月 司马师正式被代为大将军 鲁尚书士加施忠 持杰 都督忠爱之军师 这对魏国来说 无异于死刑宣判的权力交接 至此圆满安城 曹伟进入司马师执政时代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 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 传播华夏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